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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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反映出我们在运动员培养机制当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当然也有一些运动员 比如说咱们熟悉的那个前乌兹别克斯坦的运动员 丘索文金娜 他是为了给得了白血病的儿子治病 他三十多岁了 还在体操赛场上比赛呢 他的精神感动了全世界 成就了一段体育传奇 但这种情况 全世界也找不到几个人 有点扯远了啊 李一 他现在面临什么样的困境呢 这江花固然重要 但是与就是我姐姐的命相比 这个江花不算什么 原来 李一的堂姐小静 2001年被查出得了肾炎 李小军夫妻俩带着小静四处治疗 可是一直不见好转 2011年 更加不幸的是 小静的病情突然恶化 有一次他这个人上的化验的时候 他量了把他上的血压 这一量个血压 我们都知道不得之了 他当时高压是二百次 低压都已经上的一百六十了 这把我们又回到我们室里这个上的工人的 工人上的医院上的治疗来了 治疗的时候人家都已经告诉我们的 他说这个已经转为啥的尿毒症了 最严重的时候 医院曾经下过病危通知书 可一家人并没有放弃 他说这个病是 那个啥子 那啥子不可以啥子治愈 只能是维持 当然说那咱们作为那啥子 作为那啥子 作为那啥子的父母 肯定是啥子 还是不认这个 小静如今每周都要去医院做透析治疗 一周两次的透析 李小军一家人不堪重负 我从医中心住了一个三十五天 都花了一个啥子六万五 完了时候回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每月都得基本都得达到啥子五千两万的费用 所以我得 因为我俩的收入不能够支撑 因为他这个医疗费用相当昂贵 李小军夫妻俩靠打工为胜 一个月只有三千多元的收入 治疗费成了这个普通家庭 每日要愁的救命稻草 当时接了有那啥子 十来万吧 十二万 都是跟亲戚朋友接的吗 对 都是跟亲戚朋友接的 曾经也有人劝李小军夫妇再生一个孩子 但李小军夫妇选择了放弃 为了给女儿小敬治病 一家人卖掉了家里仅有的一套房子 自后夫妻俩找了一处便宜的平房暂时落脚 李小军一家的遭遇 哥哥李小军很难过 李小军夫妇都身有残疾 靠低保生活 他们没有什么积蓄 可此时 李小军做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 我哥说过 都说 既然咱们是那个 亲戚上的哥俩来 都说这个都是 知人的事都是我的事 都说既然那啥子弹上来 都跟我说 你也要不要我事态上着急 他说你这个东西你弹上来 他说 我有那啥子弹下劲 我都给你使那啥子弹下劲 防住你把这个啥子困难给那啥子拒绝了 原来 政府为了照顾李小军一家 分配给了他们一套两室一厅的连租房 每个月租金只要八十元钱 而这套房子的位置 距离小敬治疗的医院很近 为了让侄女更好的治疗 李小军决定 把这套房子让给弟弟一家 李小军则带着一家三口去附近租住了一套简陋的平房 我个人都是为了呀 为了呀那啥子之门 都说啥子我认 他说 你们都显得啥子 显得啥子住了 他说他已经这样病了 他说 大家也不能让他把这个举住环境啥子太差了 当时把房子让给他们 对你们一家三口开了个家庭会议吗 没有 跟咱俩头就说 有时候对我儿子没意见 可是现在也没有无言无悔 就是我媳妇点不着火了 他骂我 他有时候让 那个房子给人家住 你给我点着这个 他气着他 他脾气爆 就这样 在两家人的共同努力下 小敬一直维持着治疗 可随着病情的恶化 患肾已经迫在眉睫 而且医生表示 小敬还很年轻 通过患肾治疗恢复的希望还很大 最大的困难都是那个 炸天自己的困难 所以因为患肾 医中心我大厅的时候 得照着四十来万吧 因为我一个工薪的阶层 我那样的 承担长不起这个 李小军说 女儿还年轻 他希望在有生之年 再看到一个健康的女儿 高兴地站在自己的面前 李小军父子俩都心急如焚 他们一直想 一个残疾家庭 还能为这个年轻的生命做些什么 为了救唐姐一命 李一一家 倾其所有 连房子都让出去了 别的办法也没有了 可是作为一名曾经的运动员 放弃这两个字 没有在李一的人生字典里边出现过 他想到了自己的那几块金牌 因为在他眼中 这是他们这个家最后的几件 能值点钱的东西 他想去搏一搏 也许有人会说 这几块奖牌他说值钱 可是这奖牌又不是古董 也不是纯金 能值多少钱呢 可对李一来说 这些奖牌的背后 有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心酸经历 也许是从来没有用双腿走过路 李小军一直对体育项目 有着近乎痴迷的神往 他也把自己未能完成的心愿 寄托在了儿子的身上 李小军最喜欢的运动员 就是以长跑而闻名的马家军 1998年 李小军从媒体上得知 马俊仁在大连生病住院 李小军就拄着双拐 带着妻儿 克服重重困难 赶赴大连 看望病中的马俊仁 那也是他第一次出远门 就你去这一趟 路途艰辛吗 对于你来说 挺艰难 艰难怎么体现的呀 你上车上来的 尿尿啥的 尤其是我坐在都是高车 搬着挺不得上 干啥的 另外在上呢 我还还不好意思种尿尿 他这个都有点的 而且我尿挺病 所以到哪里都挺鼻 这种等等的 所以挺难受 一个不曾相识 平凡的残疾家庭的举动 让马俊仁为之感动落泪 20000年2月 刚结束比赛的马俊仁 带着马家军的队员来到唐山 特意看望李小忠一家 他也说你这也不是那块料 他说那还是他歇歇变的吧 虽然没有拜师成功 但那段经历 也给了李小忠很大的勇气 2003年4月份 刚刚上小学四年级的李一 被李小忠送进了唐山体校 经过一番考核 李一被举重队的教练看中了 用磊练的话说李一有点天资 李一的童年是在体育场上 艰苦的训练中度过的 练举重付出大吗 在你看看 挺大 我都掉泪了 我儿子有一回回来 他要上省力比赛去 52公斤 他潮了一斤多 12斤多 面比赛 后天比赛打不一分吧 差两天 他在家穿着仪 三副天泡去 给上外发汗 减肺 说实话 其实挺不是自问 功夫不负有心人 进体校两年后 李一就获得了 河北省青少年举重比赛第八名 2006年 又获得了河北省青少年 举重比赛第四名 到2008年 李一又有了很大的进步 依据夺得2008年 河北省青少年举重比赛冠军 特别高兴 我得感觉 说实话 总算是心里感觉 是开花结果了 照样 想出这成绩 想出这愿望 可以得到的 想复了 因为我们家 我一个大手说过 他说在咱们老里家 还没出现这么一个大历史 都能够拿着冠金 审冠金来的 儿子的一枚枚奖牌 让李小忠感受着一个来自残疾家庭的自豪 2010年 李一高考落榜 为了不再给家庭增添经济上的负担 李一选择了参加工作 而那一面面奖牌 却被这个家庭视为珍宝收藏 珍稀我有时候给他还懂擦擦的 有时候我说 咱们一家的汗水泪水 哪知你血水搅灌出来的 李一离开举重队已经有两年了 卖金牌的消息已出 原来的举重队的队友也纷纷赶来 为这个困难的家庭提供帮助 李小忠父子俩的善良 同时也赢得了周围人的尊重 只要力所能及 大家也会尽力帮助他们一家 冬天了给他弄点呗 花产了让我媳妇带着他们那个 他们那个老太太买点衣裳 他也是支里有点那啥 都是生活上那点小事 也不是说太大的事 可巨额的治疗费用 也不是几个人就能承担起来的 如今礼仪最大的愿望就是 这些自己用汗水换来的奖牌 能救唐姐一命 希望他能救出我姐姐 李小忠是个残疾人 他自己生活都不能自理 但是在弟弟一家 遇到更大的困难的时候 他就敢让出他自己的房子 他带着一家老小 去住更简陋的房子 这就是大哥 这就是亲情 都说有其父必有其子 23岁的李一 也要承担起家庭的重任 李一从小到大 没沾过家庭的光 他的成绩不是靠拼爹 是靠拼实力拼出来的 奖牌是一个符号 能获得奖牌 意味着李一在体育运动竞技水平上 出类拔萃 高人一等 但是他只代表过去 而如果现在这些奖牌 能够得到社会好心人的认可 能够救人一命 在李一一家的眼中 那才是他们最大的价值所在 我是陆一鸣 明天见